說點擊開來 你說哪邊可以有居省格是很簡單 就政府的開放平台裡面 那這邊不是有資料期 這邊有個全部資料 全部資料期瀏覽 那我的習慣就是說 你這邊點擊之後 它的那個這邊其實就有相關的類別 有沒有不同類別 最底下的話就有檔案格式 有沒有這邊就有檔案格式 那其中的話呢 CSV當然最大宗 不過啦未來可能會慢慢慢慢再可能調整吧 那當然呢 大部分是有提供CSV是比較簡 可是如果剛好它沒有提供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哇你學這個就馬上可以派上用場了 OK 所以呢你當然如果你要練習的話 你可以找一下Jason 然後裡面的話有這麼多 當然這些有些可能跟你無關嘛 我的習慣是 瀏覽的時候我就會把它找 什麼瀏覽次數多的到少的 那這樣好處就是說 這個資料應該算是會 大家會比較需要的啦 像這邊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紫外線這個有沒有 其實它就排滿前面的 然後另外什麼 這個其實也可以抓吧 還有什麼 這個空氣品質 這個跟PM2.5那個滿像的 那只是說呢 桃園這個為什麼都排第一 我都不太理解 為什麼 看著宜蘭講桃園 這是什麼 滿妙的耶 不過你是去那個宜蘭 好像很容易被呼嚨的那種狀況 所以其實 大家都愛跑鷹啊 對真的耶 而且反而平日還塞車耶 因為我的習慣是 我們會假日都不去啦 假日都塞到一個不行 每次光塞那個車 我都真的痛苦死了 我都在想說啊 為什麼大家都喜歡在那邊塞 而且連平日的那個 好像是傍晚的時候 回程也是塞啊 尤其是最近好像那個 郊西那邊有那個什麼 溫泉季之類的啦 所以現在也是一大堆車 好像我都每個禮拜 都習慣會去郊西泡湯 所以有的是 那我去的時間 我竟然跟 邊編一開始 我去的時候 剛好是大概6點的時候吧 然後剛好人家北返 然後可能我要看一下 看一下Google 我看一下那個路況 我發現好像大概8點還在塞 有時候甚至我們泡完結束了 回要北返大概9點的時候 還在塞 偶爾會被塞到啦 所以其實可能跟宜蘭 這個交通也有點問題 所以如果你假設啦 你對於那個交通部分的資料 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從這邊找找看 其中的話我剛剛提到 就是像我們剛剛有做的這個 植外線 這個其實就剛剛我們做的練習 那其他的話還有什麼 台鐵 台鐵最近好像要改 改成那個民營化 希望是不是那可以變好 OK 所以如果假設啦 你希望知道說 到底哪一些站的進出人數 是最多的話 那其實這邊有資料 不過他給的資料 好像也沒有給CSV吧 我印象中 就是給Jason 還有壓縮檔 你其實 而且我曾經抓過這個資料 我發現他其實這個資料還蠻麻煩的 他給的站名 他不是給名稱 車站不是給名稱 他是給一個什麼 給一個代碼 那變成說我抓了代碼之後呢 我還要去抓那個代碼的對照表 而且對照表還有新的跟舊的 我好打算找到舊的 我好麻煩喔 他為什麼不給一個比較 簡單一點的資料 不過他有的時候也沒辦法 你不能要求 對方一定要給你你要的格式 所以呢 你變成你要配合他 你不可能說他配合你啦 OK 好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你們如果興趣的話 可以找一下這個資料 那另外的話請可以練習這個 這個 這個iTai One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使用過這個WiFi 如果假設你不是吃到飽的話 你可能會在 應該是車站附近比較多吧 就會有免費的WiFi可以使用 那當然如果假設我想知道一個訊息 比如說我是從事觀光業的 那如果假設要帶客人去附近 哪個地方 跟他講說 你們到哪邊附近有WiFi熱點的話 免費的喔 那你可以拿這個訊息 提供給那個 比如說那個你們去的景點附近 那你可以跟他講哪邊會有WiFi 那所以呢 如果假設 我希望取得這個WiFi的資料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有提供 這是行政院機所屬單位 有沒有 然後他提供的 那其中的話 這個資料裡面總共有幾個欄位呢 總共有6個欄位 包含精度跟緯度啦 那精度跟緯度的話就是 如果其實喔 你如果可以懂得配合那個 就是Excel裡面有3D地圖的話 甚至可以把那個熱區有沒有 可以把它畫起來 你可以知道說哪一區的那個WiFi的熱點是最多的 所以第一個啦 請各位試試看 這邊 傑森格式在這邊 那 底下的話 大概這些 那網址的話 就是這一個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裡面資料其實還蠻多的 裡面的話 總共有那個 一萬零 兩筆 這個熱點 最多 欸 理論上應該 我們直覺應該猜應該是 像是台北嘛 對不對 然後應該其次可能是台中啊 高雄這些地方 那可能花蓮跟台東應該很少 可是事實上是不是如此 其實你們可以試試看啊 因為這個資料 所以第一個喔 如果假設我想要知道答案的話 到底這個iTaiwan的WiFi 免費的WiFi 哪個限制最多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 你需要做第一件事 就是把資料先抓下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這個地方當然喔 如果我們按照剛剛的這個邏輯好了 所以第一個喔 我們可以先怎麼樣 可以把剛剛這個當範本 OK Ctrl C Ctrl V貼過來 然後這邊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WiFi好了 貼過來之後的話 改一個名稱 接下來的話呢 第一個最簡單 就是直接把這個網址喔 把它選起來 然後複製之後 貼到我們這個 這個網址這個地方 所以第一步啦 它就會幫我把這個 傑森格式裡面的資料 通通都把它抓下來 不過貼的時候特別小心 你會發現喔 它這個地方有時候會出現空白 所以一定要記得 不能有任何空白 把它Delete掉 第一個完成 第二個的話 它的欄位名稱 所以這些欄位名稱 你們自己再把它修改一下 接下來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點選一下 不過你會發現喔 剛剛它是直接另外開一個網頁 可是這個地方是把它直接下載 可是如果你把它下載的話 你說老實說我怎麼把它打開 很簡單嘛 你就不是在資料中顯示 然後像我的時候按右鍵喔 你可以用Nordepay加加開啦 不過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我比較習慣的方法是 直接拖拉到這個瀏覽器上面這邊 所以出現一個箭頭的時候有沒有 把它放開 它也可以把它打開 這樣也可以啊 有沒有 我再做一次喔 下載有沒有 這個不要把它打開 你開啟之後 拖拉到瀏覽器的地方 但是請注意看 你按住不要放喔 當你看到有箭頭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後面這邊是不是有個箭頭 這不太明顯 拖拉的時候 它這邊會出現一個箭頭啦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向上的箭頭 對向上的箭頭喔 你看到箭頭之後有沒有 再把它放開 它就會幫你打開 放這邊就放這邊打開啦 OK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啦 我是覺得這一招比 比那個你用任何瀏覽器開 應該更簡單 然後如果你要放大的話 你就Ctrl加 然後Ctrl加就放大 因為字太小嘛 Ctrl-減的話就縮小 你可以看到啦 當然其實 應該如果你看的Jetton檔案夠多的話 其實你慢慢應該就有感覺了 因為它外面是中刮虎 所以其實就跟剛剛那個很像 中刮 裡面的話總共有幾個key 總共這個應該是第一個 所以你第一個就是它的刮虎名稱 第一個 這個就是藍位名稱 這個裡面的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它都重複嘛 這個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 第四這地址 第五 第六 六欄嘛 再來就重複了 有沒有 Site ID 然後這個H 然後這個Name 然後ADD 所以一樣嘛 所以這個又是一個 這個就一筆資料 這個就一筆資料 OK 所以裡面有一萬兩筆資料 那我如果假設希望把這些資料通通下載好了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應該不難了 然後我希望能夠把這個資料抓 那剛剛我用那個剛剛的範例來改了 比如說改的地方其實不愛乎幾個啦 應該慢慢都知道規則 第一個網址的地方把它貼過來改 這個一定要改 第二的話 就是它欄位名稱 那欄位名稱因為 算一下好像有六個欄位吧 OK 好像六欄喔 所以我就這邊把它A1一直到F1 那名稱的話 這個名稱呢 看你要不要改中文啊 這個名稱不見得要用它的那個key 你可以用中文名稱也沒關係 但是底下這個一定要用它的那個key的名稱 這個不能夠改成其他名稱 而且喔 大小寫也會有區別喔 也就是說呢 這邊如果是大寫 你不能說你把它改成小寫 小寫它就不接受喔 所以這個地方的名稱喔 會有大小寫的區別喔 那你可以看到啦 那如果這個結構 你慢慢習慣之後 你會發現喔 它的那個資料部分的話 我剛剛是拖拉過來有沒有 所以這個這個改的方法 因為它外面是中刮弧 所以Jason後面的話是不需要刮弧 因為它不是大刮弧 所以不會有key 就不需要刮弧 那裡面的資料總共有六個欄位 所以我就把這個六個欄位的資料 大家複製貼過來喔 第一個item 第二個 第三第四 然後再經緯度 總共有六個欄位資料 那就全部把它跑一下啦 因為 總共有一萬零兩筆喔 所以其實跑起來應該會比較久 OK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把一萬多筆的資料喔 幫我快速的把它下載下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啦 其實倒也不會花太多力氣 雖然一萬筆感覺好像很多 但實際上喔 這樣一下子也就把資料給下載下來了喔 那再來的話 當然你可以統計一下啦 比如說你可以 假設我想要知道說 到底哪一個縣市的那個 就是Wi-Fi熱點最多的話 當然呢 這個時候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可以插一個樞紐分析表 就OK了 不過你樞紐分析表之前喔 來切記一定要有那個欄位 哪個欄位 就縣市那個欄位 如果沒有縣市那個欄位呢 那你要想辦法把它變出來 OK 如果沒有那個欄位 當然你就沒辦法分析啦 這個時候如果要比較的話 其實喔 如果用Excel本身就有樞紐分析表 就簡單多了 只要插入個欄位對不對 然後把那個欄位是要取出來 你就會統計出結果 可是如果你用Pi上的話 哇那不得了了 你又要開始用Panda 那Panda實際又不是那麼簡單 它裡面的話 有自己的一個格式叫DataFrame 哇那它太複雜了 所以比起來的話啦 Excel真的是信服太多了 OK 如果你只是要簡單一點的 那我是建議你先把這個 我是覺得以這個為比較優先 為什麼 這個工具真的比較簡單 當然未來如果你有更多時間的話 我蠻推薦你可以再學一個 所以這裡的話當然你可以插入一個欄位 那這個欄位的話呢 也許你要把這邊的資料取過來 也許要限制好了 那如果你要取 這個應該還好吧 這個應該都蠻固定的 前面三個應該是郵地區號嘛 所以理論上啦 應該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這個地址裡面的應該是第四個字吧 而且縣市應該都三個字吧 有沒有比較特殊的 應該沒有啦 OK好按確定 好那把它向下填滿 OK 當然再檢查一下啦 這個時候其實就可以算出哪個縣市 所以再插入什麼 那個蘇格分析表 然後蘇格分析表 我覺得這工具實在太好用了 如果石油裡面把蘇格分析表拿掉 哇 那這個工具應該 市占率應該降低很多 OK 所以喔 再把值拖拉過來 然後再把它排序一下 資料裡面递到A一下 那你會看出來 欸 新北最多 新北最多 所以新北第一名 第二名的話是台中 第三才是台北 第四的話是彰化 欸 彰化為什麼這麼多Wi-Fi 不知道為什麼 高雄桃園 這個應該不意外 花蓮宜蘭好像也有點相對的比較多一點 OK 所以其實啦 不過Wi-Fi我在想 應該就是給那個 觀光客可能比較需要吧 一般的應該都比較可能會有吃到飽了吧 OK 應該現在沒有人吃不飽了吧 應該大家都應該吃 不然的話你真的是 但是之前我本來是沒有用吃到飽 不過我發現真的很不方便 因為它很節約的使用那個 因為那時候才幾G嘛 用完就沒有了 所以會變成說 哇 很麻 所以那一段時間是真的會連Wi-Fi 所以我會特別關心哪邊有Wi-Fi 不然我出門沒有Wi-Fi 後來實在不行了 OK 那我會 後來會辦那個 吃到飽的那個 其實是因為 我女兒一直說 我女兒現在念國中 我發現 她對於那個網路的需求比我還強烈 她說 她叫我一定要辦那個 吃到飽的方案給她 對 我說你都吃到飽 那你老爸都沒有吃到飽 不行吧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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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你要留點給你女兒子 就老爸你要吃太飽 對 她說 現在小孩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樣 你要管管調的方式 那也不能不給她 也不能給她 這就是變成要有一些限制 OK好不好 所以 那你總不能說 沒Wi-Fi 有Wi-Fi免費的 她哪可能 她一分鐘都不行 她一秒都不想等 她現在小孩就隨時沒有網路 好像 天都快塌下來的感覺 隨時 像我們家Wi-Fi 最近 就是我們家有拉那個 中華電信的Wi-Fi 可是之前那個Wi-Fi 好像有點問題 所以最近我又換了一台Wi-Fi機器 OK 好啦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可以統計出來 那我其實我試過 其實 這邊應該是可以再利用它的經緯度 有沒有 利用這個經緯度做什麼 其實 在那個什麼 Exam裡面有一個叫3D導覽 3D導覽 其實甚至可以把經緯度的訊息 可以把它放到地圖裡面去呈現 那也就是說 它可以把那個 就是 哪一些Wi-Fi熱點最多的熱區 可以把它顯示出來 但是我剛剛試了一下 好像我們這邊的3D地圖 3D地圖導覽 對 它好像跟這邊有一點問題 就是相容性有問題 好像說什麼驅動程式的問題 所以其實你們 假設你們回去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的版本 在2016以後的版本 會有3D地圖 你甚至可以把那個Wi-Fi熱點 全部在那個地圖上面把它畫出來 那我是在別的地方上課 我是有做出來 所以我把那個圖 有幫各位把它貼到這邊來 這個是Wi-Fi熱點 送在這裡下 OK 你不用統計出來 不過我是有抓台中市的那個 幾個Wi-Fi熱點的地方 然後最後其實你可以什麼 插入3D地圖這個地方有沒有 如果正常狀況是這邊是可以做導覽的 那你只要把這個精度跟緯度給它 它就可以幫你把哪些是Wi-Fi熱點的地方有沒有 幫你把它用那個顏色的方式去呈現出來 有沒有發現 它的熱區就可以在地圖上面 很清楚的呈現出來了 OK 我覺得這3D地圖真的還蠻好用的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那你們也試試看 我剛剛我這邊的電腦的那個3D地圖功能是有問題的